记者谢介于南投报道,以关怀心智障碍为主的南投市德安启智教养院,在第一银行文教基金会在地关怀、绿光传卖计划下,今日一银志工们透过制作纵字调试、健康操等活动,与院生们互动提早欢庆端午家节以外,也制赠教养院一份照明设备改造大理,将把院内传统灯座全部更改为LED灯具。 让该院营造低碳永续家园的工作,往前迈进一大步,财团法人德安启智教养院目前收容人数约138人,绝大多数来自中低收入弱势家庭,尽管有部分院生无力缴交收容费用,但教养院并持做功德精神,也从未予以催讨,生活外界肯定。 由于该教养院整栋建筑灯光照明设备十分老旧,不但耗电且照明效果不佳,虽有意配合政府节能省电措施,但光是传统灯泡更改为LED灯具,便需40万元经费,更遑论其他相关设施,直至第一银行文教基金会启动在地关怀, 绿光传爱计划,终获得改善的机会,教养院董事长林舒丽也代表院生向一银表达感谢之意,整个场面热闹,温馨。